大家晚安 晚安啦 今天我跟文丹呢 又来到一家台式火锅店 叫做林斯ポット地 那这次我们就是非常荣幸的 收到林斯ポット地的邀请 来吃吃看这里的台湾式火锅 台湾以来很喜欢的 我们这次来到的这家店呢 好像是鸳鸯锅 这家店很特别是还有卖鸭血 也是文丹啊 第一次尝试看看鸭血 第一次尝试看 鸭血以外是鸩血的血 那现在是中国语学习语的方法 那我们就吃火锅吧 走吧 这家林斯ポット地呢 他们有两家店 有立川店跟新宿店 今天我跟文丹来到的是新宿店 我跟文丹现在已经住在位置上了 位置呢有一个抗菌口罩的带子 还有筷子 筷子上面还有他们的logo 还有筷子 还有狮子巾 围裙是黑色的很可爱耶 而且这个 你好可爱喔 到底是多懒 那这里的菜单呢 可以单点也可以选套餐 套餐的话有两种 是A套餐还有B套餐 我跟文丹这次要吃的是B套餐 火锅的话是鸳鸯锅有白汤跟麻辣 选完想要选的套餐之后呢 可以选要吃什么肉 特製的卵肉丁 还有这个牛肉 他们说这个套餐非常推荐 我跟文丹今天点点看这个 那背面这里是单品的菜单 总体也非常丰富 然后呢我觉得是很特别的 这里的面竟然有刀削面 而且还有滷肉饭 非常滷肉饭 为什么加滷肉饭 非常费费 而且这里居然还有鸭血跟油条 就是虽然东京有非常多的台湾火锅店 可是很少地方有鸭血 可以让文丹吃吃看 他人生第一次的鸭血 然后是饮料的部分 他们这里还有文丹之外的 台湾凤梨啤酒 还有荔枝啤酒 而且还有台湾的美酒 饮料的种类真的很丰富 然后背面呢 开胃菜的部分 就是麻辣汤 天哪东西超多 然后他们这里点餐呢 是用QR Code的点 从QR Code的扫印去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用手机点餐 那我跟文丹今天要吃的是 B Course 点进去之后呢 会跑出这个表 那下面呢 就有B Course全部的餐点 那我们在等火锅的同时呢 先来访问一下这里的经理人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你以前还喜欢台湾的东西 当时我喜欢台湾的东西 以前我喜欢台湾的东西 我以前是的 我一直都在台湾的东西 那时候我吃的时候 很美味 那时我会吃到日鍋 很喜欢台湾的东西 我还喜欢台湾的东西 她就被能吃到台湾的火鍋了 那我就讓我們帶我們來台灣的火鍋 那麽我從來就開始了 從來,這店 開始了 你的最有什麼推薦 這個名字也是 台灣火鍋 為了一般 會成為俗製 他們使用的 馬拉的配料 都放了台灣的配料 所有配料 都保持的配料 讓每一間都要找到 日本全國 都市場 都會看到 我用了一些肉類的食物 我用了一些肉類的食物 肉類的豬是東京X 非常珍貴的豬 非常美味 脂身也很脆 非常贅沢的肉類 牛是 佐賀県的牛 年間也沒有出售 所以很希少的牛 很脂身也很脆 所以非常希少的牛 那這裡是他們的飲料櫃 有文當最愛的水果系啤酒 還有其他亞洲也很有名的啤酒 有台灣的金牌啤酒之外 還有其他像新加坡的啤酒 總類很豐富 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很激烈了 很高的 那這一瓶就是他們這裡 有提供的美酒 Ruluna 好吃 很美味 對 你看到這個的時候 就很美味 很美 我今天要喝這個 你也不能喝 我們的美酒來了 這個美酒的原產地是台灣 然後文當最愛的 鳳梨啤酒也來了 哇 你要不要把它入れる 我喜歡的 哇 你很味道欸 好香喔 乾杯 乾杯 好吃 這個美酒喝起來 有一點酸酸甜甜的 很好喝 可是又不會過甜 我喝的是肉骨 就是只加冰塊 那大家另外還可以選擇 要不要再加氣泡水 或是加水 第一道是前菜來了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那我要先吃到他們的竹筍 好想來一碗稀飯 好脆喔 嗯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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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個前菜好下酒喔 火鍋要來了 文當第一次要看到的鴛鴦鍋 哇 對 噢 聞到那個麻辣香 噢 台湾的臭 這個沒有日本的臭 很香欸 嗯 特地麻辣的臭 超級台灣的臭 這個臭真的好 很香 他們新宿店呢 是會幫我們這裡準備醬料 那如果大家是要去利川店的話呢 利川店的醬料是 就是拜金谷的感覺 大家可以自己調配自己的醬料 然後接下來要上鴨鞋了 這是鴨鞋 這是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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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這是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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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我感到很激烈的感覺 我會說明一下 白的肉質是白糖 一般薑膏的香蕉的 一般薑膏的 一押的 一押的 白的肉質是 一般薑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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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超級薑膏的 普通的 飲養的 超級薑膏的 很酸,但很酸 想喝每天 那我來喝喝看 麻辣湯 欸,但好辣 辛辣的辛辣 對 其實我跟完蛋都還蠻怕辣的 他們這個辣湯喝起來 不是那麼會很不舒服的 辣,很好喝耶 欸,這裡是香草的 非常健康的 欸,對,木耳很厲害 很厲害 他們說要先放蘑菇 因為蘑菇是最難熟的 那先放蘑菇呢,之後再放羹菜 然後最後再慢慢放到白菜這樣子 我在台灣其實也沒有吃過 像鼎王這樣子的鴛鴦鍋 這次跟文當算是我的第一次體驗 那我們文當要來吃吃看 他人生第一次的鴨血呢 鴨血 呵呵呵 你看看起來好像不一樣嗎? 喔,還可以 味道不是很濃郁的 很濃郁的食感 在鴨血的時候 鴨血是很濃郁的 這個很容易吃 鍋的味道跟混合 這個好吃 我人生初吃過的 真的好吃 那我們現在把牛肉加進去了 肉的味道很濃郁 食感很濃郁的味道 他們這裡的香菇種得非常多 有很多我也沒有看過的香菇 現在吃這個大片的 很濃郁的味道 喔,香菇好好吃喔 四分的味道也超濃郁的 豬肉也來了 我們兩個點一個套餐 整個桌子都被放滿 都放不下了 豬肉喔 好吃? 豬肉很濃郁 對 我更喜歡豬肉 我跟文當每次吃火鍋 都是配很多飯 可是他們這家店呢 我們就照顧他們推薦的方式吃 就是享受那個食材 食材我非常喜歡的感覺 當然不是每次吃的食材 不是每次吃的食材 每次吃的食材 都會很濃郁的食材 然後羊肉也來了 我們也來吃吃看羊肉 剛才經理人跟我們說 一開始日本客人呢 他們都不習慣吃辣 都會吃白湯這邊 可是到最後 大家全部都是愛上麻辣這邊 然後也有很多人說 現在是去台灣 要特別去吃麻辣鍋 覺得很開心耶 就這樣子可以宣揚 台灣的這個鴛鴦鍋文化 我跟文當本人想說 如果有肉又有蔬菜就已經吃得很飽 完全忘記我們竟然還有這個主食 有刀削麵 還有蒟蒻麵 跟鴛鴛蛋 還有水餃 Fu-chan Volume滿天 超級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麵 刀削麵 對 這是台灣的有名的麵 嗯 它是餅餅的嗎? 是餅餅的 是餅餅的 有點差勁嗎? 差勁嗎? 進來吧 它之前就是喝過一次台灣啤酒之後 整個愛上台灣啤酒的水果系列 我剛才煮好刀削麵了 沒有加任何醬 就只有他們的火鍋湯味道 沒有加醬料也好好吃 好彈喔 我們剛才來吃 看它第一次的刀削麵 嗯 嗯 很美味 很美味 然後我們吃完了麵還有水餃之後呢 接下來是 他們的一口滷肉飯 大家看這個碗 好漂亮喔 看起來金光閃閃 而且它算是一口滷肉飯 這感覺完全不是一口的尺寸 打開給大家看 登登 這個滷肉算是還滿大塊的 然後還有滷蛋 竟然有滷蛋 還有酸菜跟醃蘿蔔 我們聞到超喜歡滷肉飯 吃吃吃 超級滷蛋 像是台灣人 確實是現在的火鍋是台灣人 哈哈哈哈 大家看這個滷肉滷得晶瑩剔透的 哇一口就有滿滿的滷汁還有肉 我覺得他們滷肉飯還滿好吃的 他們這滷肉飯也是他們自己的食譜配方的樣子 各位大家那我們現在已經回家了 回家啦 肚子好飽喔 超級飽的 對 最後一段時間我真的吃了 超級飽的 超級飽的 但是它很美味的 所以它不停止了 然後跟大家說 就是那個時候菜送來的時候 不是很大盤很澎湃嗎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叫文當讓我拍張照片 結果文當拍出來 超好笑 文當超級像農夫的 你看是它自己產的給大家看 就是這張照片 登登 大家看 像不像什麼自家栽培 然後今天早上剛採完 送到店裡的感覺 大家看文當的笑容多燦爛 然後眼睛多閃亮 超可愛的 超級飽的 超級飽的 超級飽的農家的感覺 對 然後這次要跟大家說 店家他們有給我的觀眾優惠 在這影片上傳了 11月23號到12月7號 這兩個禮拜之間 去他們的火鍋店用餐 不管是新宿店還是立川店都可以用 只要你們跟店員說 你們是看我的Youtube來 就可以打8折20% off 真的折超多 會有要去吃的人 而且一定要跟店員講 你們是看我的Youtube去的喔 那謝謝大家今天也看這個影片 我們文當也吃得非常的飽 喔喔喔 蜘蛛 蜘蛛啦喔 好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下掰掰 掰掰 那個女兒 我怕 每次 次 再一次 志望 君跟 不 不 不 姐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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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この時期が大切だから